感謝舊金山總圖書館與我們通力合作 做了大量的精心的準備和周密的安排 感謝各位同仁 是大家一年多以來堅固努力 才促成了今天天大的開學 還要感謝舊金山灣區的諸多朋友 是你們在資金、技術、人力等方面 無私奉獻與大力支持 才能在全球互聯網心臟地帶的矽谷 開辦這首史無前例的網絡大學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現在我宣布天安門民主大學正式副校開學 從此刻起 天大的教學網站 我們有兩個網站 Doc.com的網站 正式開始 網上註冊招生 在1989年北京大屠殺的機槍和坦克前 誕生的天安門民主大學 於四分之一世紀之後 浴火重生 這標誌著中國的民主大業 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任何一場成功的民主革命 都有史前 蓬勃的思想革命 作為先導 英國 光文革命前 有新教 帶來的新思維 與洛克等人的思想指引 美國、法國大革命前 有整個的啟蒙時代 中國辛亥革命前 有晚清金氏學派的影響 和松文學說的思想指引 我們看見 在辛亥革命前 好幾年 國父、孫文領導的中國同會 已經制定好了革命方略 武昌起義以後 成立革命軍政府的時候 才有比較現成的方案可行 如今一百年過去了 中國的民主革命 卻尚未成功 雖然成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雖然兩次建立了憲政的框架 卻像俄國、德國、法國等國家那樣 在建立了憲政框架之後 又遭到了專制的復辟 極權的泛濫 如今這些國家 只剩下中國 還在極權專制 黑暗污濁的泥沼中增長 然而 如今 我們是幸運的 百年前 國父孫文內輩人 魏晉之革命 民主革命 將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抗戰勝利後建立起來的四六憲法 憲政體系 雖然只在台灣落實 但是希望的曙光已在眼前 我們是幸運的 我們是幸運的 因為我們站在歷史的巨人們的肩上 中國的往盛先賢 從孫文到秋景 從吳氏到雷鎮 從陸浩東到六四先令到李旺陽 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的追求 在中華大地上實現民主 百年民運 心火相傳 如何鄰居共識 團結一致 共同結束一黨專制 是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當務之急 為此天安門民主大學因運而生 八九年我們沒有準備好 今天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新時代的民主革命方略在哪裡 有沒有一大批按民主革命方略 武裝起來的青年裁軍 結束專制 從民變到兵變到政變 這三部曲究竟是民變重要還是兵變更關鍵 非暴力與震盪的武力是相賜還是相容 轉型正義的方案在哪裡 如何瓦解專制體制內絕大部分成員的抵抗 專制軍隊警察情報系統如何轉型 他們的出路在哪裡 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政框架 是否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 是回歸憲政還是令其故障 四六線法是回歸的起點還是終點等等等等 這些問題有些已經有了答案 有些尚待共識 需要專門的機構來仔細研究 來凝聚成共識 來傳播給國內摩拳擦長 躍躍鬱式的青年裁軍們 六四的教訓是 雖然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可以很多 數百城市 數千萬人都上街遊行 但是如果沒有思想的武裝 缺乏基本的常識和共識 失敗仍然難免 人力 財力 智力 中規得靠智力 智 人 勇 智力第一 但是長期的專制洗腦 使我們的智力常常無能為力 現在我們急需的是共識 是方略 這是緊迫的任務 在茉莉花即將再次開變華夏大地之前 必須盡可能充分的準備好 讓年輕以待的思想有明智的武裝 今天天安門民主大學的重建 就是對症下藥的 一個途徑 開辦網絡的學校 是花少錢辦大事的好辦法 只需實體學校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的資金 就可以武裝千千萬萬學員的頭腦 擦亮他們的眼睛 為他們提供相對完善的行動方略 今天的局面已經比八九年成熟 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已經深入人心 如今我們還有天賜的專制 是科興互聯網 這是新時代的天文廣場 自由在裡面發酵 據專家推測 網民的人數佔百分之三 他們可以翻牆突破網路封鎖 也就是說兩千萬中國網民可以翻牆看到自由的訊息 然後傳播給牆內更多的人 八九年我們數千萬人 面對二十幾萬野戰軍的機箱和坦克 豎手無策 今天局勢力轉 互聯網宣告人類 在民主與專制對決 回到了冷兵器時代 就算當局 雇傭幾千萬五毛 一對一 與渴望自由的數億網民 也出於絕對烈士 專制必定解體 民主終將勝利 對天安門民主大學 人力 財力 智力的投入一定會有效 中國的民主化 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偉大的功能 中國專制一旦解體 人類專制的歷史就將結束 讓我們齊心協力 萬一揚揚六四先列 為國為民 犧牲奉獻的精神 一起來推動這雄壯的民主大轉型 謝謝各位 大家便出現了 韓傑的主演手 主演手 我是王北林 山海晶奠基我的母格脉络 坚持自己塑造我的血气精魂 另外可以轻易碾过我的身体 即使一万次碾压 我依然站立 是在1989年63号创建 这个日子 这个大学创建 这个日子同时标志了另外一番 具有历史价值的意义 那就是1989年春天的民主运动 在它的前期 如果说还在相当的改良主义色彩的话 这一天 却不一样了 因为经历过了两三个月的民主运动以后 大学生 市民 和很多的广场上的人 都已经懂得了民主 对于中国的制要性 懂得了民主 在中国必须实现的理由 也懂得了专制统治者 在抗许民主方面 所耍过的那些技能 对专制认识深刻了 对民主的认识也深刻了 这个时候 就在卡特车即将从天安门广场上 点过的时候 天安门民主大学 诞生 这个诞生的意义 是非同平常 因为 它标志了一场 曾经带有相当四彩的改良主义的民主运动 就从这一天开始 真正的变成了一场 民主运动 49年以后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从这一天开始 它标志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那就是 学生们 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们 都意识到 我们要学习民主 捍卫民主 追求民主 而且要把这一场民主运动 永久的推展下去 那就必须学习民主的支持 这样才能掌握中国的命运 及中国民主的位置 我以为 这个意义 是我自己在回顾当中 思考出来的 这就是天安门大学 创建的 二十五年来 二十五年来 不论是在海内还是海外 大家都应该感觉到 一种改良主义色彩的东西 实时的 缠绕在中国民主运动 挺进的方向上 我们很多朋友 来到海外以后 更感觉到 专制体制内的一篇梦想 那一篇企图 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改好 学好的梦想 似乎总是和我们 推进民主的步伐 相协调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可是毕竟人类的 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 创建的天安门民主大学的 青年英雄 他们经过了25年的磨练 终于在中国大陆 人民意识反思运动浪潮的推动下 在国父孙充商先生 革命理论思想实践的推动下 也在海内外人民 对于民主的追求 越来越迫切的推动下 他们继续知道 天安门大学 必须在新的意识实习下 来 既往开来 乘上起下 因为 它是1989年 中共民主运动的一个产物 它是天安门广场上 竖起一个民主大学的校牌 那么今天在海外 在美国 在旧金山这个地方 它的重建 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很简单 那就是 我们经过了25年的磨练以后 我们当年的那批青年学子 民运英雄 他们意识到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别关键的历史转折时代 在我们命运中国就要命运巨大的变革的时期 民主大学 一定要重新建立 而且要教育 新的一代的青年 同时 要把这种教育 都要把他推向前进 要转向 并且 推进到全中国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我想 民主大学的创立的意义 它就是 从今天开始 在改良主义思想和国民革命的思想交相对抗的历史过程当中 终于选择一条 真正的去解放我们中国 解放我们的民权 追求民主的道路 我非常欣然的听到了昨天 天安门大学的教务长王天成先生说了一句话 他说 革命是今天的唯一选择 不论革命的形式如 但是 它已经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天安门民主大学就担负了这样一个选择 一个任务 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它就是 将民主革命的思想 将中国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艰难历史 将我们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 将我们今天十几亿人民对民权的迫切要求 放在这个学校的每一项教科书当中 在每一项的教学当中 灌出去这样的思想 研究 学习摸索 并且培养做新时代的 新时期的 又一批一批的 青年民主斗士 我希望 今后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教学的过程中 让中国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 让8090后的学生们 能够真正的在民主大学所传播的思想教育下 走向最终改变中国专制统治的前方 推动中国走向共和的步伐 最后将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后一页 完成在我们祖国的大好商科之间 谢谢大家 能够有机会 今天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番 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基本体验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们知道 天安门民主大学是在中国人的一次 极端的 史无前例的巅峰体验中间诞生的一所大学 是中国人距离文明人类最近的一个历史时刻诞生的一所大学 是在大军围城的艰困形势下受克的大学 当然也是在血与火中被灭掉的一所大学 25年后的今天 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文化遗产和学术遗产 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精神遗产 造就人才 凝聚共识 开放短形 实现民主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作为对中国大陆又十多年来 教育制度的拨乱反正 天安门民主大学 拒绝渔民主义 反制主义 抗拒思想斗 抗拒党化教育 作为在中西文明交会的历史时刻创建的大学 作为多种文化交流的重镇 在多种文化交流的重镇 旧金山副校的 向中国和世界实施远程教育的大学 我们将坚守对普世性价值和学术使民的承诺和守护 然而除了上述普遍性的一些承诺之外 我在这里还想特别强调天安门民主大学自身的独特的五项传承 它的特别的定位 首先 本大学直接溯源于1989年6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创建的天安门民主大学 是它的生命的传承 第二 它致力于继承1937年到1946年中国西兰年大的精神 承接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大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第三 它认同和守护蔡元培时代兼容定包主义的北京大学的宽阔胸襟 第四 从古代中国的传统回溯 它的精神脉络可以追溯到孔子创立的有教无类的思学教育传统 东汉时期太学生学潮以及明代东陵附设读书人抵抗暴胜的传统 以及白鹿洞书院 街路书院等等民间办学的传统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一所西方大学 就是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的建校的历程及传统 在冷战期间原柏林大学被划入东柏林 受到苏联及东德共产党当局的管制 学术自由横召压迫 为了追求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 1948年原校的一些师生出走西柏林 创办了自由的柏林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柏林自由大学 他们以真理公平自由为校训 成长为今天的德国的九大顶尖的学术重镇之一 这一个大学自由追索的历程 我们心向往之 今日在天安文民主大学的角度和轨迹上 我们追随柏林自由大学 我们和他们的理想固谋而合 我想在此向该大学的伟大的创建者致意 并将追随这些先去者的足迹 办好我们的天安文民主大学 女士文先生们 天安文民主大学将是一所真正的无为强的 广袤无限的大学 在这个柏林墙已经倒塌 而翻越长城防火墙的中国人 也如春朝汹涌的当代世界 天安文民主大学将为消除一切思想的文化的 学术的 种族的 阶级的各种隔绝 竭尽棉薄 为拆掉人类的一切有形的 与无形的精神为想 为天下一家的人类的自由理想 而鞠躬尽瘁 死之不云 谢谢大家 另一方面他也在技术方面 做了很多的理解 掌握了一些技术 在网络上传播知识 所以他这次开设的课程是更加务实的课程 公民行动 非暴力抗争方法 这我想对未来的中国民族转型 会起到非常直接的作用 这是他的一部分著作 最主要的就是《六四日记》了 我想关于那场天安文学生运动 它的真相 它的背景 有很多的著作出版 但是那么详细地记载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事实 甚至每一天的情况 这样的著作并不多见 所以我希望把鞠躬尼先生的这个书 统统推荐给大家 就是作为一个研究天安文 整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 一定对比 而且他出了新的版本 这一本 右边这一本是新增定的版本 所以有很多的争议了 当然就是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清理者都可以通过各种不同视角观点 来反映那场事实 那场明明的事实 冯从毅先生是澳大利亚西尼科技大学的教授 他是中国部的主任 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坚持 当然那个字大家追了 没错 没错 怎么没错 对中国说话 是有意的吗 好好好 他开设的课程叫当代中国政治 我想这本课大家也知道挑战性很强 因为当代中国政治 就是扑术迷离一样 很多事情外界的人 学者可能很难了解那么清楚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能够公布的资料去分析 所以这点相当具有挑战性 我也很敬佩 然后这个是冯从毅先生出版的一些著作 《罗素与中国 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 这本书据我所知在国内影响还是比较大 然后后来还有一番中共党内的一些自由主义 从陈独秀到李慎之 这个书也都非常应该说是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我就不再细说了 然后何清廉先生今天没有到 这个是女的我们尊称他为先生 因为他是在国内就很有名 就写了这个《现代化的陷阱》 我们仍然仰望天空等等这个作者 当然后面还有 那么他开设的课程是《中国的危机》 所以作为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比关心 就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 他做了很多 他在网络上也很活跃 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文章 是美国之音的签约的专栏作者 这是他基本最为代表作 《误索中国》 《经济学院》 《人类关怀》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这位李江玲女士 刚才大家见了主持人 她其实是西藏问题的专家 她这些年写了很多 有关西藏民族问题的著作 同时她又是一位专业的图书馆工作者 所以她由我们李江玲女士加入的话 我们天安民民主大学 在图书档案资料方面 我相信会得到专业化的管理和提升 这是她的代表作《1959拉萨》 还有当天想在天空飞翔 这些著作是基于她的大量的调查 她到西藏去过很多次 她也见过尊者多次 后来因为中共仇视她 觉得这些著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现在她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 这是付出的一些代价 外阳海先生 大家知道在国内就是一个积极的维权人士 艾滋病维权活动人士 艾滋新研究所的所长 她开设的课程就是国际人权法 与中国的问题 王天成先生刚才已经大家提及了 就是我们天安民主大学的教务长 他负责很多具体的工作 就包括我们前期的准备 还有课程的开发 一系列很多琐碎的问题 天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在此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学术委员 向他表示感谢 他开设的课程是民主转型导论世界与中国 我刚才忘记提及他过去在北大任教 他是北大法学院以前讲师 后来因为组建中国民主自由党 被逮捕判刑 做了几年劳 后来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 然后又读法学的硕士学位 应该说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转型 这些年来 所以很不容易 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最近可能就会拿到驾照 各种各样的转型 生活的转型 思想的转型 然后他的代表作就是大转型 我相信大家上网一搜都能看到 当然今天是不是有带了一些书 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先查 这是他的一些著作 吴胡光先生大家有很多人可能知道 在八十年代就是在提改所 也就是当时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里面工作 他所以对当时八十年代的改革 包括赵紫阳 胡耀邦的一些 当时所做的言论或者一些指示 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了解 他现在是加拿大威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力理系教授 他就是中国研究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他开设的课程也非常重要 叫民主党论 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到现场来 这是他的一份著作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改革的终结中国未来 还有一本这个日本 日文著作 这个日文著作呢我们看 我还不知道他人说的名字 当然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 有一本英文著作是 China turns to our naturalism 这个书也是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在这个系列里 王维洛是一位著名的水利工程师 德国多特蒙特大学成员教员 他的研究呢 是让我们重新审视长江三峡工程的道理 他是浮熄还是过去 对他进行一个再评价 那么他的开设的课程呢 就是公共决策的理论程序和方法 所以这一本课程呢是比较务实的 就是给人感觉是跟工程技术相关的 但是实际上是从一个宏观视野 来审视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决策 这是他的著作 还有《三峡工程》三十六季 于大海先生是中国 留美经济学会首任会长 福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他跟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这个杨岳凯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于大海呢 后来就是大部分精力的投入到民运之中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更熟悉的是他作为民运人士 那么后来他曾经在这个 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面任教 从事经济学的教学 那这次他开设的课程呢 也是很具体的 叫货币与金融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门课程 尤其是年轻人会比较关心 夏明教授刚才已经有过注词 他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教授 中版中国专栏作者 他曾经也担任过当代中国研究的副主编 所以他对中国呢 除了这个理论研究以外 还有一些调查 包括做一些专题片 对吧 这些年来可能中共对他也是 比较恼火 他通过文献篇来反映一些事实 这是他一些著作 包括一些主编的著作 这是我本身 我想有些人已经 从网络上 华上都想了解了一点 我以前在北大任教 13年 但是后来去年被北大官方解除我的职务 但我相信这个事情呢 本身并不是北大作出的决策 是公告这个决策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来到了自由世界 能够专心致志的 现在在这个 华盛顿特区的这个 这个 家族研究所 从事这个 政策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政策研究 目前我是他那边的唯一的华人学者 那我们那个组里面还有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俄罗斯学者 他原来是叶利欣和普京的首席经济学家 也是后来得罪了这些领导人 后来就跑到美国来做研究 所以我们两个是有点同病相连 那个意思 我这次开设的这门课程呢 是经济学导论 这个其实跟我在北大开设十几年的课程是相同的 就是一门经济学的入学课程 通常是对这个大学新生来讲说的 那我过去在大学里面一直用的教材是 哈佛大学曼坤教授的那个教科书 就是经济学导论 经济学原理 那我这次打算自己写一个 比如说那个结合中国的一些学生的特点 来显然 我过去出的一些这个著作 最近几年都还没有去把新的著作 张伯素先生也是原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 他后来来到了美国 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压 他有时研究很多重大的问题 包括过去体制内如何改革 整体政治改革方案他都写过 本来是应该由中共权威机构来写的 他个人写了很多那样的书 但是现在他出来之后 他又写了一系列的著作 他现在在哥伦比大学做这个网络研究 大家看一看他这个最近这些年出版的著作 包括就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 中国县政改革科技研究报道 他过去写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科技研究报道 那曾宇硕先生是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蒋介教授 也是当代中国研究计划的总统人 而且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的总编 他这次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外交 这是我们一个冷谈 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都是由官方 就是说像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一些机构才开设 那我想这个曾宇硕先生能够开设这样一个 比如新视角的这个特程非常有意思 这是他的一种注重 那对教员的这个介绍 其实只是我们的一部分教员 还有大量的几十位都没有来得及介绍 我想经过如果大家到这个天文明治大学的这个广页上 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情 然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意识群态 而这种意识它就强迫我们信仰 它是垄断着人的整个精神空间 要把人的人性进成奴化 这种东西也是唯一这种正传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呢其实集团主义政权应该讲在世界历史上 是由列宁和他身边的一批流氓经历起来 但是发展到最完备就在中国 特别是从文化革命时期 就它的运作或者控制国民的各种机制 发展到最原备 也许是跟中国这个专制传统比较长 会合起来就是把这个非常斜的两个东西一起弄在一块 可是这种政传到了文革结束之后 就开始转向后集传社会 所以这个转变就是我为了方便去建设 所以就用现在的政治框架就是从集传到后集传 再转变到我们未来的建政民主 但是为了方便我把这个维旋政权也拉进来 因为在西方的分级框架里头 经常把中国跟其他的维旋统治放在一块 也把它拉成维旋政权 忽略了中国这个后集传的本质 这个后集传不是说是在集传之后 而是集传主义发展到后期 尤其他自身的演变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领袖 最高的领袖死了 他再也没有办法创造出以前那种 回得到本人崇拜的领袖了 那么因为他原来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 那种信仰不服存在 就他的控制开始削弱了 然后他为了他维持他的统治 他开放了一些空间 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 所以他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想把这个放上是一目了然 就是几个政权不同方向里头 他在比较 就是集传政权 他是大一统政治经济文化 全部是由这个党垄断 到了后集传以后呢 他在这个政治上的一统没有放弃 就是他这个不允许把对党存在 不允许政治性的不允许社会存在 但是经济上 他叫半多元 就是他还是放他有私人职业 有私人空间 然后文化上 你是半多元 起码是别的意识形态 特别是自由主义 还是身上的 但是他跟那个微权政权 这有很大区别 微权政权它是 特别是我们在国内的 原来说在国民党时期 如果叫他微权政权的话 他的经济上是完全多元 他也持有智慧基础 能够在文化上 他国民党也想控制这个形态 但是他整个空间很大 那么那下来后来 近到现在 中国是开始转向 我们要奔向 这个信政民主的社会 所以为了 清楚一下我 我是昨天晚上 做了一首诗 所以这个 以一首诗来结束 作为我的结论 这是这个 昨天晚上在他们 在我们在房间以后 弄出来的 这个是古算子 听党 扶学 借藩邦 但这个藩邦 这外国也会讲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23番式 廣场 凶中放 就是当年的廣 廣场大学 放到我们心中 大概到这里来了 这个机长 这个机型 常烧 护俱火 但这个俱火 是建议民主大学的俱火 在我们的这个 贵标上 这个 我爱得到 我爱得到 这个 我们还是在采取一种 比较保守 一种技术上 希望它比较稳定的一种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不光我们的人手和资金非常有限 而且我们遇到的是最最最最强大的对手 他们手上有几万亿的资金可以拿来对付我们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从资源上跟我们的对手对抗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理念来战胜他们的强权 OK 这个是 我们有两个网站 这个其实是Google网站 所以我想中共没有办法打破这个网站 因为它是Google Blogspot 所以这是我们的入门 网站 我们经常的信息可以从这儿发布 即使我们第二个网站 第二个网站是.com 第一个网站是.net 天门unique.net 这个是 应该相信是不会被封破的 所以任何国内的学员 如果遇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教学网站 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相信他们只要用足够的资源 就可以用DDoS attacks 来攻击我们这个网站 但是还好他们现在只封锁了这个网站 我刚才看了已经有好几十个学生登陆上去了 所以那个是今天早晨的 我现在还没有去统计 所以这个.com网站是我们的教学网站 那么要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注册程序 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电邮就行了 那你随便起一个名字 给个密码 然后马上一分钟还是一秒钟 就会收到一个电邮 然后注意要点击下面的那个链接 那它就自动激活了 激活过后就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com网站的这个教室里面去 那么我们这里有现在统计了一下有十七门课 有一些还在修订当中 已经有五六门是完全完备的了 所以这个我们是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要继续在今年下半年 要把我们的教学的这些课程 还有我们的图书馆完全充斥起来 I am strongly convinced that in the next 25 years China will become a democracy and I want to explain why I think this is so using the kinds of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that I talk about in this online course on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first of all you can see there's been a huge trend in the world of a growth in democracy now about three-fifths of all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he world about sixty percent of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at least electoral democratic regimes and even within Asia 50 percent of all the states in Asia have democratic regimes and this is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se slides they can be translated and people can study them when they have more time but this is the distribution of regimes in Asia today the important thing to stress is that and this is the dilemma that the Beijing leaders face and they're aware of it I think they're quite aware of it and they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that is as countries develop they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pressures for democratic change and I think I can show that these pressures are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but I don't need to show it you know that they're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and if you look at the lev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as measu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s countries become more developed with more education more literacy higher life expectancy and so on the probability of them being a democracy rises so when China moves into the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group it's got as it moves in this direction which it's been moving in it's going to face increasingly formidable pressures to change politically this is just another demonstration of that now look at the trends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which varies from zero to one as measu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you can see how rapidly and we must give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credit for something there has been very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human development between 1980 and this year and China has moved up very very rapidly but the dilemma faces again is as it moves up rapidly and other East Asian autocratic regimes have been moving as well the pressures grow and the late Harvard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Huntington had a theory about this that as countries increase in their levels of income and education they move into a political transition zone should we simply let morally upright political leaders decide everything 48% of people in China today say no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is it ok for the government to disregard the law 58% say no only 29% say yes and interestingly this is about the same level as Hong Kong mainland of China is already at about the same level of Hong Kong in other levels it trails Hong Kong but not by that much and keep in mind what is happening i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aki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in particular more confident politically more demanding of their political rights more questioning and if you develop an index of support for the regime which the Asian barometer has you can see it's very high in China today I think the data show this to be higher than it really is because I think some people in China are bound to be nervous about saying that they don't they're not proud of the government but in any case the point to the point to stress is that if you develop an index of support for the regime and then look at what is the level of the support for each generation those born in the 1930s the 1940s the 1950s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ose born in the 1980s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here with each generation the level of support for the regime is declining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questioning more confident and young people who are born and raised into greater levels of prosperity and education and with better ability to use the internet and to go straight to Tiananmen University are becoming more aspiring of democracy I think maybe I should not go on too long I have more slides I'm just going to conclude with a couple of thoughts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y some magical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e it is inevitably a political process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an only happen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bu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am hopeful about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today is because the regime will deny it but you know there is a civil society emerging in China today and maybe it's not very political now maybe they are just doing charitable works or non political things it seems but they have a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nd they are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organize and civil society inside China merging with civil society well here we are in this room today outside China is a very powerful force and finally I would say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regime in China may seem very confident but we know they are not they wouldn't be sending their money and their children abroad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today if they had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future and they are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that no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he world has been able to solve and the dilemma is that if they succeed they fail and if they fail they fail that is if they fail to deli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urvive because there is no other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oday except economic performance nobody believes intrinsically in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today so they must keep gene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urvive but if you follow my logic if they keep gener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ety will change values will change people will have more information more education more self confidence they will be more empowered in their thinking civil society will grow and they will demand democratic change and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help accelerate that process thank you 謝謝 Thank you 我們 這個擔議 這個 確實說是 我們天一的大陸的鑽石教授 然後呢 我們 順便說一句 我們我們這個天大的教學方式 除了這個可見的方式 可以和全村直接互动 现在我们请斯蒂文部我们的翻译组长 来做一个简短的中文的上课 来问教授的话 从两个方面来讲中国的民主 一个是中国为什么一定会实现民主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怎样实现民主 为什么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 来问教授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民主的大趋势 世界上实现民主国家的制度 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就越来越多 现在的话已经是61%的国家 实行了全景民主制 45%的国家实行了自由民主制 另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发展 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这个话来问教授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是人的发展水平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人的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中 他们实现民主的比例就越高 中国的话现在已经是中等偏高 是0.7了 所以说民主已经富之欲出了 第二个是从富裕程度来看 也就是说人均收入 在2013年的水准 应该是3000到1万美金之间的人均收入 这些国家 他们实现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最大 中国2013年已经是9000美元了 所以就已经进入了政治转型的区域 另外一个方面是从大众对民主的态度 和民主的价值观的进步来看 有一个问卷调查 从各方面来问卷大众对民主的价值观和态度 它从台湾的历史来看 是越来越往上升 中国大陆也是 它用了2002年和2001年的比较 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民主的价值观和态度 就是往上升的 另外还有对每一代人来做调研 1930年到1980年出生的 每新的一代 他们对威权体制的支持度就越来越下降 另外 也谈到了科技和民主的关系 主要是股联网对民主有很大的推动 大陆教授他最后讲了 就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两难的场景 就是经济发展 如果不发展经济 那么 对不起 如果发展经济 那么照刚才的理论 就是人民的民主价值观 就会越来越往上升 公民社会就越来越成长 最后导致人民要求政治上更大的自由 但是如果他们不发展经济 那么就很难保持支持的合法性 这么好容易发展当年 对着主定 谢谢 教务长 我刚才问你问题 当我们教证属于哪一类 种心类 理论类 事件类 ということ是 种心类 这是我们天南国立教学的基本方式 现在我们 blech 开始了想分享 这里 请我们由教务长做第一 раздел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各位能过收看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 在网上收看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网友 大家好 在这里我从世界民主潮流的角度 谈谈中国的未来与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使命 这是一所有着特殊使命的大学的开学典礼 所以我就从因为有着不守生育的思想家开始 他就是法国思想家政治家托克威尔 他有一本书叫《旧自动与大革命》 由于共产党一位领导人推荐各级官员们掠图 这两年在中国非常畅销 会有点洛阳子贵 那位领导人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托克威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他说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他开始改革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更容易被革命所推翻 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有一些为专制政府利益着想的人就说 改革还不如不改 因为改了反而会更容易被推翻 但是托克威尔有一部更著名的著作 叫《论美国的民主》 他在那部著作中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个先知般的预言 他说民主即将在世界化为不可避免的和普遍的到来 托克威尔认为争取民主是一场渊源流长的伟大运动 他说对于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 想靠一代人的努力去阻止起飞愚蠢 托克威尔做出这个预言的时间是1830年 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 当时欧洲爆发了革命 世界的第一波民主化滥潮正在揭开序幕 第一波民主化滥潮主要激动在欧洲和美洲 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也就是一战结束以后的几年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又发生了第二次民主化滥潮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 也就是与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 主要是属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差不多相同的时候 发生了第三波民主化 第三次民主化滥潮 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四十年中 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发生民主转型 在每一波民主化滥潮后面 都有一批国家的民主崩溃或者失败 但是人为自由总体上是向前发展 向前扩张的 根据国际一个智库 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 叫自由自家的计算 1992年世界上有99个民主国家 占全部独立国家的53% 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 首次超过了非民主国家 现在呢就是此时此刻 我在讲话的时候 世界上有122个民主国家 1988年的时候 有多少人能想到 东欧共产主义在1989年崩溃 我并不是说 要坐等那令人正经的一个发生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务的风险去争取 那令人正经的一个是不会到来的 当然如果独裁者拒绝选择历史正确的一个 坐等那令人正经的一个发生 那一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刚才那位教授说 那令人正经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 我相信在为了25年之内 那令人正经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有这个信息 我这样说呢 我并不是想以这种方式呢 这个说服这个同就经常改革 我想吓唬他们 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呢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不相信他们会改革 他们已经被他们的贪婪腐败 和他们的自负蒙蔽了眼睛 我不相信中国会以多年来 许多人所渲染的盼望的那样 通过渐进改革实施民主 我的判断是 中国的专制统治将以突发性的方式崩溃 中国的民主减赚 很可能将以突发性的方式启动 但这是我的判断 其实呢 就说到现在为止 就是我们 世界上一共发生了三次民主化滥潮 其实呢 我们国家是改成了第一波民主化滥潮的 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 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虽然它是一种半民主体制 但是 人们说 享有的自由远比现在寡泛 不幸的是呢 后来呢 这个民主呢 没有恐怖崩溃了 不过呢 就是说 新朝末年民国初年 我们的先为 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 后来呢 虽然呢 虽然呢 没有到现在 后来虽然就是 就是很大的挫折 没有取代成功 到了49年的时候 共产党结果北京的时候 仅存的一些成果 也被彻底毁灭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努力给我们中国呢 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 就是争取自由民主 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 它的民族精神的内在的一部分 1989年 天安美民主运动 和在1989年天安美民主运动中 诞生的天安美民主大学 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体现 那么25年之后 我们在这里呢 恢复重建天安美民主大学 毫无疑问 我们将会继承这一精神 我们天安美民主大学呢 将来呢就说 我们不仅要学习 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学习呢 民主制度是如何建构的 还要学习历史上 民主是如何失败的教训 懂得呢 如何巩固民主 护为民主 使民主持之久远 天安美民主大学呢 在现阶段呢 要 当然他要训练 争取民主人权的战事 勇于争取民主人权的战事 但是他不仅仅居像于此 他呢还要训练 为未来训练建设民主 提升民主质量 巩固民主的人才 训练在未来参与民主政治 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才 作为一所大学 他还要处理学科的建设 体系的完备 他并不是一所普通大学 因为他的使命 他特殊的使命 你将在这里接触到 普通大学一般不会有的课程 和知识体系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 欲获重生的 天安美民主大学 举行开学典礼 你看到的是一棵小树 希望他不久的将来 会成长为资方夜暴 风情万种的大树 今天我们是在美国 旧地山宣布 天安美民主大学开学了 其他的不久的将来 天安美民主大学 将在中国本土副校 为自由民主的中国 继续培养优秀的 公共事务人才 让自由之官 照亮我们的祖国 谢谢大家